在国际仲裁庭裁定有权审理 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主权争议诉讼后 中国重申不会接受或参与仲裁程序 并强调仲裁庭的决定 不影响中国对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 荷兰海牙国际仲裁庭日前驳回 中国至中非岛屿主权问题 纯属国家领土争议 不在仲裁庭审理权限内的说法 仲裁庭宣布可以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处理这起诉讼 而中非都是公约签署国 因此必须受争端处理条款的约束 仲裁庭也指出 即使北京拒绝参与仲裁程序 仲裁庭依然有权审理这起案件 美国对仲裁庭决定表示欢迎 仲裁庭预计审理结果最迟明年上半年出炉 中国在裁决公布后 促请菲律宾通过谈判和磋商 和平解决争端 菲律宾提起这个仲裁的目标 不是为了解决争议 它提起目标是为了否定 中国在南海的权利 确认它自己在南海的权利 那这不是一个解决争议的办法 菲律宾在2013年 把它同中国的岛屿纠纷 提交国际仲裁庭处理 中国则指仲裁庭对非方提出的诉讼 不具司法管辖权 分析认为仲裁庭这次裁决 对中国的领土主张是重大挫折 对此裁决争跳